发现了原来在唱歌时候 喷出来的飞沫 可足足是一般说话的 14倍之多 美国研究也证实 和确诊者一起唱歌的 染疫几率高达7到8成 而且站着唱歌 坐着唱歌 或者是唱出来的音符高低 竟然都会影响到染疫的几率 时则会长陶醉高歌 肩并肩大合唱 没戴口罩的情况下 飞沫飘散有多毒 时则告诉你答案 唱歌时喷出的飞沫量 居然是说话时的足足14倍 超级电脑飞沫模拟显示 唱歌时大量飞沫 以每秒钟50公分的速度喷出 会在周遭悬浮四散 长达数小时 当包厢又是密闭空间时 飞沫量消散的速度 永远不敌增加速度 形成气焦传播 美国研究证实 和确诊者一起唱歌 染疫几率有7到8成 不只提唱唱歌戴口罩 你知道吗 染疫风险和站着唱 坐着唱也有关 当多人一起坐着唱歌时 30秒内飞沫粒子 便迅速扩散整个房间 附着四面墙壁 但假使戴上口罩 而且是单独站着唱 飞沫几乎只集中在歌唱者身边 此外澳洲研究团队 以高速拍摄唱出 Doremi Fa Sol La Si Do 七大音节时所喷出的飞沫 发现发出So跟La 两个音时喷出的飞沫最少 当发出Do Fa Si 三个音时飞沫喷最多最危险 专家表示以哼唱代替标歌 单独唱不要一起唱 歌唱者和群众保持两公尺 甚至以上的社交距离 都能有效降低病毒 经由飞沫传播 记者留下报道